今集我們會帶大家去位於台北市中正區 一間很有名的貓咖啡 這間貓咖啡特別之處 是除了有貓貓之外 還有大嘴尿 和胡夢 沒錯就是常唱Hakura Matata 這條片我們會跟大家講解一下 預約的方法 和當中要注意的地方 和帶大家看看裡面的環境是怎樣 如果想知道就繼續看下去 預約的方法很簡單 大家可以去他們的網站 選擇預約的日期和時間 一般會在兩個星期前開放預約 跟著跟回他們的指示 填回你的個人資料和聯絡方法 那就搞定啦 他們營業時間是每天的早上11點半 至晚上9點 如果想和大嘴尿互動 平日去的話就要事先預約 大家可以去他們Facebook inbox預約 他們會問你需不需要加水果盤 加130台幣 他們說這個水果盤 是可以為他們吃 又可以自己吃 大嘴尿互動很受歡迎 每個時段只限開放三組人進去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記得要早點預約啦 要來這個肉球森林cafe 可以選擇搭捷運 在東門站落 六號出口出 再走五分鐘就到 真是很方便呀 我們提早了十分鐘就去到 店員已經在門口開始點名了 還有他們會講解一下基本規則 而我們都可以在這個時候 看看想喝啥和吃啥 貓咖啡來說 這裡的飲品和食物選擇 都真的很多 有有酒精無酒精的飲品 有不同的前菜和主食 提提大家 這裡最低消費是每人400台幣 而每人都需要點一杯飲品 大嘴尿水果盤費用 是不包括在最低消費裏面 還有值得留意的是 這間cafe一定要連滿十歲以上 才可以入場 還有只是收現金 而用餐時間是兩個小時 進去的時候都要脫下架 所以記得那天不要穿穿露襪去呀 不過如果沒有穿露襪 這間店都有提供 一進來會再有一個小小的簡介 提提大家要注意的事項 例如不要把貓叫或者其他動物的叫聲 以免嚇倒他們 之後就會安排我們入座 座墊都是貓貓來的 這裡有矮凳區 梳化區 霸台區 和普通的用餐區 環境都很寬敞 座位都不會排到密麻麻 如果對座位有特別的要求 記得要預早提出 這裡冷氣很充足 超級舒服 各位快進去吧 我冷氣開超級強 不要跟我說冷 還有一些動物的異味都沒有 而霸台區是有一大塊玻璃 可以一邊吃一邊觀賞大嘴鳥 在矮凳區的這一邊 會有塊關於這裡貓貓的告示板 可以讓我們知道 每隻貓貓的故事和性格 先了解他們 那跟他們玩的時候 就更容易熟 食物方面 我們點了日本南高梅酒 焦糖咖啡拿鐵背禮絲 松露喜絲醬薯條 飲品和食物的味道都不錯 有一定的水準 而且賣相都很美 到我們跟大嘴鳥玩了 大嘴鳥是一男一女 叫芒果和布丁 把水果盆放在手掌上面 大嘴鳥就會迅速飛去你的手臂 真是想不到原來他們走得這麼輕力 感覺是軟綿綿的 開始的時候都會有少少害怕 他們這麼大的嘴 會不會被他們刺傷呢 但其實他們是很溫柔 還是玩玩玩具的小朋友來 還會不時很好奇地觀察你 打探你 真的好可愛 近距離看他們顏色很鮮艷 雖然只是短短幾分鐘的時間 但可以這麼近距離地跟他們相處 真是一個很難得的體驗 對著這麼漂亮又這麼乖的大嘴鳥 令到我們心情都好喜悅 這裏的貓貓很可愛 牠們在這裡很自由自在 每個人都很輕鬆 每個人都很輕鬆 喵 喵 喵 這裏還有一個很大的跳台 讓貓貓休息和玩 據我們所知 這間店的老闆是一對愛動物的情侶 牠們會強調以動物優先 客人其次 牠們不會強迫動物去跟客人互動 而且會要求客人不要做動物不喜歡 或者會嚇壞牠們的行為 喵 這間cafe很多細節都可以看到 牠們對動物真的很有愛 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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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喵 喵 8 cap ano 喵 家 好像很忙地到處探索 不知道找什麼呢? 如果你們不怕麥皮蟲 就可以跟牠們有很多近距離互動的機會 可以用手按著麥皮蟲 牠們就會衝過來 在你的手和手指縫上不停滑滑滑 另外店員還會放麥皮蟲在你的褲袋裡 讓牠們自己去找 整個場面很搞笑和混亂 我們帶了手袋 店員會放麥皮蟲進去 牠們就會衝過去袋裡 鬥快搶食 最刺激的互動 就是你可以躺在地上 任牠們在你身上行走 牠們多數會在你的耳朵、口和鼻上探索 看看裡面有沒有蟲蟲 牠們真是很有趣 整個過程很難忘 這間cafe真的相當專業 店員會講解不同動物的資訊 和牠們的特性給你聽 而且在不少的細節當中 都看得出店員很愛護 和照顧這裡的動物 這間cafe環境舒適又寬敞 食質素又不錯 又可以跟貓貓大嘴鳥、胡夢、近距離互動的機會 這間真是真心推介 來到台北記得要去呀 今集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都喜歡我們今次的介紹 還有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旁邊的小鈴鐺 那就第一時間收到我們出片通知 如果你都喜歡我們今集的介紹 記得給個like支持一下我們 還有share給你的朋友看 下次再見 拜拜